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今天的脱克把帅哥医生 听说现在大家都放暑假对不对 你知道校门关了呢鬼门就开了 社会一下子几十万的鬼放道 小屁还放到这社会上真的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那其實暑假呢 各位爸爸媽媽除了在照顧小孩以外呢 其實暑假是長高的黃金期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在跟他們奮鬥之餘呢 也要注意一下他們長高這件事情 但是啊很多人一疏忽呢 暑假過完了沒有長高反而長胖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討論這個話題喔 麗婷妳會有這個煩惱嗎 嗨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妳不用自我介紹老爸 我怕大家會想說 雅蘭姐怎麼變成這樣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是麗婷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記得一定要到我們的 ET Today的姊妹雲分享我們的直播 然後今天聊的是小孩發育的問題 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 麻煩立刻留言 我們會隨時為你解答 但我們今天是不是要先歡迎來賓 對沒錯 我覺得今天這兩位很符合今天的主題 因為兩位都不高 然後呢有一位 有一位疑似也有長胖的困擾 對 就是坐在我右手邊這位我們歡迎 美 嗨 我的困擾是 我有兩個小孩 一個是很正常的發育 一個可能就是 我就有擔心她的身高問題 真的嗎 對 那我們另外一位呢 疑似也有長不高的困擾 但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歡迎唱歌非常好聽的靖倫 大家好我是代班的那個來賓 代班 來賓沒有代班啊 他很小 雖然我長得不是那麼高 但我聲音很高 但你聲音很高 真的 可以彌補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進行快玩快打 快玩快打好 等我分享一下 好期待 對來賓也分享一下 有有有 我已分享 我已分享 如果有我的粉絲們也幫我分享一下 大家記得分享喔 這這麼優質的節目 趕快來之前還有一位來賓還沒介紹 對 今天的裁判官 最重要的 我們怎麼忘了他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就聊很開心 我們繼續聊 看手機 其實講到小兒 就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各位媽媽都非常愛他 各位爸爸都非常恨他 真的 你媽媽都看他都不看爸爸 真的 我媽媽帶小孩主要是看他 不是為了小孩 沒有要看診幹嘛帶爸爸 就是要去看他 都來看醫生不是來看診的 對 所以我們歡迎 晚上睡覺要包尿布的 黃崇銀醫師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黃崇銀醫師 這是我的繪本 為什麼今天會來宣傳繪本呢 是因為上一次我來這邊直播的時候 這個板子呢 還沒做好 我留在這邊 忘了帶回去 所以經常來拿回去就對了 你先拿手 先拿手 好有意義的 不用拿板子 直接看書啦 大家記得這四本繪本 一個分別 這是我自己編的繪本 然後是叫劇本式繪本 所以爸爸念起來特別輕鬆 很多媽媽跟我反映 就是小朋友 這個跟爸爸念故事書的時候 從來沒那麼專心過 因為這一本呢 就是爸爸念起來特別的搞笑 這個名字我就很想購買 對有四個喔 其實這是四本書喔 這是我晚上睡覺穿尿布 我只有 就只有這麼痛而已 是講打疫苗的 然後小樂喜歡棒棒糖 就是上次我們討論 不要吃垃圾食物 還有媽媽我睡不著 就是那個晚上不睡覺 翻來翻去 這本就是 這四本一定可以給大家很大的幫忙 而且這四個題目 跟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長高都很有關係 對 到底睡覺還是吃糖 睡覺 吃糖 真的好重要喔 對 所以我今天要來快問快答 好喔 各位三位要幫我們舉圈插牌 有什麼懲罰嗎 小心回答 答錯就要貼一個標籤喔 好的 好來 第一題 剛好剛講到 想要長高最晚11點以前就要睡覺 對還是不對呢 請舉牌 唉唷 不好意思 你要在Google嗎 我一直沒有辦法分享 姐妹雲 都ETtoday 新聞雲 不是新聞雲 姐妹雲 一直找不到 好啦等一下等一下 長高最晚11點以前是要睡 你們都答好了嗎 對 張高達軒 錯 什麼意思 幾點還不夠嗎 我就是要欺負代班主持人 好壞喔 我陷阱一定是怎麼9點之類的 我們待會等一下你們先貼個牌子吧 立馬嗎 要貼什麼該吃藥是不是 可以先多念點書之類的 好啦多看書啦多看書 救命啊是不是 我們隨便貼一個 我先貼一個peace的啦 請加油 我先貼一個救命 比較符合我的衣服 這一定跟看書有關係 好啦第二題 嗯 晚上睡不足8小時 白天補也可以長高 對還是不對呢 請舉牌 可以 唉唷 給我們三種任務 對 真的 這個在不對任務 耶 終於 好來 大家都對齁 對 來第三題 這什麼奇怪的題目啊 對啊 我都快念不出來了 參加太多才藝班 會長不高 對還是不對呢 是沒題目 還是什麼題目啊 太多才藝班會長不高 請舉牌 你可以把它想成小孩子 你念太多數會長不高嗎 好啦都舉完囉 欸 是不是 很多陷阱耶 我記得我們題目非常多的陷阱 因為那個雅蘭姐剛剛有特別LINE我 她說如果可以把妳整掉的話 她會玩得很開心是不是 摸過來帶個班 雅蘭姐現在正在看直播 對 好啦 進門貼了嗎 對 我又錯了 還有再貼一個 所以只有你對兩題喔 我對一題啊 還很多題 還很多題 後面還有很多 陷阱很多耶 我想就是舉一番 其實大家會答錯其實也是 各位觀眾的迷思 對啊 等一下注意聽我們的討論 來 第四題 好 每天持續運動一個小時就會長高 對還是不對呢 請舉牌 現在不然出什麼題目都覺得 越來越對自己 越來越沒有信心了 越來越沒信心了嗎 對的就是不對 運動一個小時就會長高嗎 錯了 我錯了 怎麼會 我已經抓到 我補腦 你要補腦 自己的那個走向 對 你覺得對的就是不對 如果到最後覺得有點羞愧的話 直接把名字貼掉也是可以 也可以喔 好險我沒有 好 第五題 我是把它遮著 也是大家的迷思 就是想要長高 早上運動比下午好 對還是不對呢 請舉牌 什麼東西啊 早上運動 還有跟下午白天嗎 它不是一樣 早上是剛起床 我們現在對自己超微信心 都不敢比 你要比捐捐 製作單位很差 就勇敢一點 差了 有沒有那個 腦子有問題的貼長 五股腦 我有問題 沒有 你要該吃藥 我有啦 我是救命 你等一下該吃藥 我有問題 吃夠多藥了不要吃 我跟你講我等一下再貼臉上 真的喔 貼臉上 第一卡五題了 所以打個五題 結束 不錯 不錯啦 大家都一樣 這三題 所以我們要聽聽黃醫師 看他怎麼解釋 好的 剛剛第一題 想長高 11點以前就要睡覺 這太陷阱了啦 這個題目 我真的要打破大家的迷思 想長高有三個重點 睡的時間夠長 然後夠規律 然後燈光夠黑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晚上11點睡 然後我睡足10個小時 然後燈光就直接 全部都是黑的啊 是是是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錯啊 所以如果凌晨2點睡 就要隔天下午2點也行 也可以 如果你能夠每天都是凌晨2點睡 然後睡足 譬如說 假設小朋友每個年齡不一樣嘛 假設他睡10個小時好了 那他就從2點睡到隔天的這個 中午12點 然後可是他們家的燈光都很黑 然後到中午12點的時候起床 窗簾拉開 然後出去運動吃早餐 對他來講 每天都是這樣規律 夠長夠規律夠黑 其實是沒有影響 是喔 他就是在台灣過著一個 夏威夷的生活這樣子 我跟妳講 這一段不能讓小孩看到 真的 他們就有藉口了 因為小朋友說 媽媽好討厭 是說不一定要10點就要上床 我只要就是夠黑就可以了 只要房間沒有窗口就好了 如果一個星期 對啊 一個星期有5天達到這個標準 然後兩天沒有也是沒用了 這樣不行 其實最好是每一天 所以一上學的小孩 這一題其實算是適用 因為幾乎沒有一個學校 可以讓你是中午上課 對啊 所以早上飛得起來不可能 你往前拉 你就勢必會是什麼 8點啊 9點啊 10點睡 好壞的題目 不過以中醫的角度來講 我們講營養平衡嘛 盡量還是11點以前睡會比較好 不管小孩大人都一樣 對我講平衡嘛 對啊 所以不要太晚睡覺 所以中醫是覺得 11點就可以了 如果小孩子能早一點 當然更好 那如果1點就起來呢 謝謝 有這種小孩嗎 有這種小孩 睡得這麼前面 我想說中醫的理論會不太一樣 下午4點就睡 然後晚上1點就起來 對 好啦 還是要早睡早起來 那跟著太陽公公做起 日落而喜 對 日落大概就7點多 太陽公公也好親切喔 對啊 好有年代喔 越來越來越多 太陽公公 第二題 第二題 晚上睡不足8小時 來 顛簿也會長高 其實我們的長睡眠是最重要 因為我們生長紀錄 在長睡眠的時候 比較會有一個高峰 黃度比較高 對 那如果說今天 你的孩子已經 比如說18歲 17歲 那當然睡8小時就OK 他睡個7個半小時 中間補個午覺是可以 但是顯然我們今天講 是長高的年齡 對 長高年齡 比如說3歲以下 至少要睡個10小時 11小時 然後6歲以前 要睡10個小時 12歲以前 要睡9個小時 所以你這個白天 一定是補不回來的 而且那個長睡眠是不夠的 那我可以幫新生兒 就是媽咪問個問題嗎 就是因為我女兒現在4個月 對 然後快5個月 然後她現在晚上呢 就是會這樣 過了大概1點 然後就會一直跟你微笑這樣 然後天亮那個 那個夕陽 不是夕陽 那個叫什麼 太陽這樣射進 然後她就這樣 這樣也會不會影響她的發育 就是她在暗示你說 你要搬去那個義大利 或者是西班牙 太遠 這樣會影響嗎 不過一個月的新生兒 她的日夜的睡眠是 一半一半 50%白天睡 50%晚上睡 然後大概到3個月左右 大概是3分之2 3分之1 就是她3分之1的睡眠 是在白天睡 3分之2的睡眠在晚上睡 所以你的孩子差不多 現在3分之1是在白天睡 是合理 合理是不是 對 好的 所以 就累媽媽而已 沒有別的 就累媽媽 發覺我黑眼圈你在做 所以可以白天睡4個小時 晚上睡4個小時嗎 這樣就不行 就不好用 以那個一般來講 我們長睡眠一定要是夠的 所以像你說把那個8小時 除以2 切斷就不行 或是像一個小孩要睡10小時 他就什麼2 2 2 2分5次 這樣是不行 那當然 好 第三題 這什麼題目 參加太多才一般會長不高 這個大家都應該知道 這個陷阱 可是我剛剛答錯耶 因為我覺得是不是因為 上太多才一般 然後影響睡眠 所以就長不高 他可以參加很多才一般 然後他還是睡得很夠 參加很多就沒有時間睡覺 他可以參加 他可以參加籃球營 籃球也可以 籃球也可以晚上12點打 幹嘛這樣 所以這題是 我沒有不污名化才一般 然後每天持續運動一小時會長高 這個也是不太對 因為長高不是只有靠運動 像我以前我們有很多的同學 他可能就是為了運動不吃飯的 就是他太喜歡打球 然後吃飯時間都不吃 或是他運動完就狼吞虎咽 可能只吃白飯什麼的 其實都長不高 所以運動當然是很重要 但不可以持續 或是半夜去運動的 然後睡眠不夠 對 最終也不行 睡眠還是最終 第五題 想要長高 早上運動 都一樣 就是看到你早上運動 或下午運動 只要你在運動 有這種蹦蹦跳跳 你的生長技術就會起來 不管是早上還是晚上 你講的睡眠 如果白天燈光亮 你把它弄得暗暗的 你還是有辦法長高的 對 對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要很黑暗 對 要騙身體 所以我們要講到 到底哪個因素是最重要的呢 對我來講 我覺得第一個 台灣比較容易忽略的 就是睡眠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睡眠是最重要 只要你睡的 睡眠品質好 睡得夠 你的第一關 就是底子就先打好 那在底子 睡眠底子完之後 當然第二個 應該跟大家想像一樣 就是營養 營養 飲食 對 那飲食大概就是均衡 不要吃垃圾食物 然後盡量就是吃 這個蔬菜水果的量要夠 然後粗糧 堅果這些都要夠 大概就是均衡 對 那再上面一層 才會輪到運動 這個規律的運動 那至於什麼運動 一般來講我都是選 小孩喜歡就好 也不要刻意跳繩 每個小孩都會跳跳 跳繩其實還滿無聊 對 逼迫也沒有好下場 所以小朋友喜歡就可以 誰沒有好下場 各位粉絲 如果你現在有任何的問題 趕快來在我們線上留言 我們等一下看到如果覺得有趣的 我就會Cue你喔 然後我們兩位帥哥 這個就會替你解答 對 接下來Part2 Part2 把握黃金成長期 又要問黃金 又有題目了 把握黃金成長期 可以 如果不會可以舉三角形 這個我就不用了 三角形就不會被那個懲罰 舉好了嗎 我要開始問囉 這樣就沒有懲罰 我就開放來討論這樣 有耶 看到題目 我要開始問囉 第一題 天天睡到自然醒會長不高 對還是不對 天天睡到自然醒 會越說越 這個一定是這個 會長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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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自然醒是一件幸福的事 對啊 我可以解釋 因為你就是自然醒 然後你只有一七二 你怎麼還會答錯呢 可是如果我睡得自然醒 十個小時 對啊 然後又在陽光 不充足的地方 不充不夠 像我就可以長高 很亮 其實這個是模棱陽 它就是沒有睡到自然醒 所以你可以舉它 大部分是錯的 所以是不對耶 就算睡到自然醒 也不會影響升高 但是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睡眠長度要夠 對 你睡到自然醒 大部分都夠啊 不一定 有些人固定就是 七點就一定會起床 三點睡也是七點起床 十點睡也是七點起床 就沒辦法了 對 所以自然醒是好事 對啊 因為我們還有跟睡眠周期有關 對 比如說睡眠周期的一半把它吵醒 我們以前自然科本不是有嗎 那狗啊 睡一半把它叫起來 那叫個幾次以後 它就會開始咬人 你的例子我們聽得相當 那是起床器吧 起床器 對 其實不用看自然科學科本 我們的小孩就是這樣 對啊 你每天大人也會啊 你也會咬人 我們老婆也是吧 真的嗎 自然醒很幸福啊 對啊 所以要到自然醒 那睡眠周期終止了以後 再醒來是最好的 OK 第二題 第一題不是喔 自然醒是好事 第二題請問 暑假也要睡午覺 能幫助長高 對還是不對 這跟睡午覺有什麼關係啊 不知道 是跟暑假有什麼關係啊 對啊 那跟暑假有什麼關係 平常春假也是要睡覺啊 因為老師 沒有老師規定了嘛 對 家長規定了 因為在家了 你是 左手是殘障的是不是啊 都沒有想要取這個牌子 真的不知道 這個就不知道 只有這個Part 2才有這個主板子用 然後你又做了 多用 沒有 因為我覺得就跟醫生講 你只要睡得充足 不一定要睡午覺 但兩位醫師意見不一樣 沒有 其實三小姐就是模擬兩個 中醫跟西醫的角度是不一樣的 對 沒有 因為我覺得睡午覺這件事 不是這樣子喔 你幹嘛智障內吼 睡午覺這件事到底需不需要 對啊 睡午覺這件事情 我覺得睡午覺 如果你每天的睡眠是夠長的話 其實你不需要睡午覺 睡午覺對我而言 我覺得是幫助爸爸媽媽媽 在大概晚下午四五點的時候 不要發脾氣 因為小孩只要不睡午覺 你知道四五點的時候那個情緒很失控 就開始失控 然後你就會跟他吵架 然後你就會 那一天就覺得今天就是過得很糟糕 真的 所以睡午覺是為了爸媽喔 我覺得睡午覺是為了孩子的情緒 其實在日本 日本就是 國小小朋友他們是沒有睡午覺的時間 他們吃完飯是直接上課的耶 只有台灣才有 就是沒有午睡這個事情 對 但只有台灣才有小朋友 真的嗎 真的 你們以前有睡午覺嗎 新加坡是沒有 新加坡 也沒有喔 我們那邊是早上到中午就下課了 我們有分 一年級三年級五年級是早上到中午 然後二四六是中午到晚晚 這麼妙 哇 日本三點多下課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睡午覺那時間 所以他們提早下課了 早點回去休息 其實英國也是啊 所以英國的爸爸媽媽都把小孩 七點鐘就叫他去上床睡覺 他們平均的睡眠時間是七點 我覺得很像只有台灣的小孩會比較晚睡 對 國外小孩現在都滿早的啊 對 對 真的 快習慣了 我看到一個人挺逗趣的 哪一個哪一個 他說但是說真的 現在睡覺是浪費24小時都不夠 不要把自己搞那麼忙好不好 我覺得她應該是很忙碌的母親 對啊 乾脆叫人家睡覺啊 對啊 這個這個 如果晚上睡十小時 但中間會起來夜晶 夜晚被嚇醒 看媽媽好 夜晶這件事情 白天太... 這個用詞很妙 夜晶是正確的用詞啊 真的喔 他講的小朋友的這種night terror 夜晶 是不是因為白天太興奮 對白天很high 劉德華解釋一下 這樣睡算足夠嗎 劉德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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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自己說自己是劉德華 他有高興一下 然後劉德華真有來 還在那邊演 這樣夠嗎夠嗎 所以夜晶是那個 夜晶是熟睡 他是熟睡期 所以夜晶是叫不醒的 他其實是那個... 荒生 對他是熟睡期 所以理論上他算生存睡眠 不會影響到長高 但如果是醒來的 所以是可以 就是醒來 然後說我要玩啊 或者是... 就開始到處亂跑 那是夢遊吧 這種... 夢遊... 他眼睛會這樣子 綿綿綿綿綿綿 他可能也... 跟夜晶有點像 不太一樣 那你的小孩對著你微笑 是有意識的還是... 我覺得他都看了天花板 我好害怕 那種算夜晶嗎 他那個很小啦 那不叫夜晶 他很清楚明白 我來告訴你我沒有要睡喔 是不是在跟某個人玩 不是跟你玩 對... 所以那應該不是夜晶 對... 好 我們第三題 睡前看電視打電動會長不高 對不對 睡前看電視... 我也好想回答 睡前看電視... 你可以舉牌啊 你可以舉超快的 睡前看... 舉好了嗎 我舉... 好難回答喔 我舉好了 我... 耶 我答對了 耶 我答對了 我答對了 你兩個孩子 你是... 對啊 你是被靜倫傳染 我一直被... 我有點不太敢回答 我一直被醫生講的就是 你只要充分的睡眠 你不管做什麼都會講 看八小時的電視 對... 這個玩的會亢奮 會睡不著嗎 別讓他講說打電動 電視跟電動會影響 這個要特別注意 是因為藍光 你睡覺前 你看電視你打電動 你就會暴露在藍光裡面 然後你的大腦呢 就會以為現在是白天 所以當你說睡覺了 然後躺上去 大腦就說 剛剛不是白天嗎 怎麼立刻就要睡覺 大腦有這麼蠢 對 大腦很蠢 所以那個... 我們大腦的 吞黑激素分泌就會比較慢 然後你晚上睡眠品質就會不好 那如果八點睡覺 幾點以前可以看 通常我們是抓兩小時 所以六點以前都可以 兩小時前 對 OK 所以兩小時內 你是打算讓他從早上起來 如果看到六點 看到六點 也不用那麼兩小時後睡覺 對 但是如果不影響睡眠 就沒關係嘛 對不對 我覺得這一點要非常小心 因為吞黑激素 不是你用肉眼可以看得出來的 對啊 晚上吞黑激素分泌會降到一半 可是他可能 還是會嘻哈還是睡 可是你並不曉得 他其實那個晚上的睡眠品質 是不好的 他的手睡期是特別短的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在睡覺前看藍光 睡覺前 陳醫師有排擠看電視這件事 中醫的理論 其實中醫沒有電視啊 我們古代那有電視這個東西 也是啦 你很幽默 我是說現在 你弄一下那個窗戶有沒有 偷看別人 沒有 所以其實以前沒有這種研究 但現在我們要講的還是 跟剛剛講藍光 科學理論 對 我是建議睡眠盡量 讓小孩子平靜下來 包括大人也要促進 對啦 要有一個睡前的模式 對 放空的模式 對 OK 第四題 只有運動沒曬太陽 一樣會長不高 對不對 這個我也好想回答 只有運動沒曬太陽 永遠有牌子 超人 我又答對了 他答錯了 沒有曬太陽 因為他今天就是長不高的代表 他怎麼會答對 你們新加坡在赤道你還長不高 對 對啊 新加坡很晚才 就是太陽才 對 還是要誤解的問題 只有運動沒有曬太陽 所以如果在室內 一隻瘋狂運動也沒用 對 因為維他命D 對 你曬太陽 你才有維他命D 所以你運動都在健身房 對 該吃要 我覺得這理論 可以證實 這沒有要貼吧 真的不用 我覺得該貼 我覺得該貼只有我錯而已 這很不應該 沒有我覺得這理論很正確 你要聽我的 因為我大概國中畢業的時候 只有160 但是我暑假要升高中 我就瘋狂的打籃球 然後都是曬太陽 然後等到高一的時候 就170 是不是 對 真的忽然就高10公 然後我們可不可以 接下來40分鐘 告訴我們你怎麼沒白回來的 對 曬成黑炭 真的真的 但是因為體質是白的 幾年後還是會白回來 殺防曬主會影響升高嗎 理論上如果 如果 根據美國的研究 是不會 因為他們在外面曬的時間 真的太長了 所以他們就算擦防曬乳 他們的維他命D都還是夠 但是這個是在台灣 是不是要稍微調整一下 就看你的運動量 那如果包的就跟就是 就是採漿狼那樣 那樣子會長不高啊 那樣子會長不高啊 那樣子沒有 等於沒有 對 所以你一定要露出 就是反正短就短步 如果有維他命D呢 可可以啊 可以啊 但我們因為沒有新加坡人 那麼有情 你很不想曬太陽耶 我看到一個好想笑的 我問一下好不好 一個游先生說 想問醫生 小時候看一些小朋友 不該看的東西 會不會影響長高 他講的是 是什麼東西不該看 那個游先生 你可以告訴我 大概是一個什麼方面的東西 對啊 不該看的 我猜應該是一些 小孩不移的 詭辯 十八鏡還是鬼辯 或是我小時候被殭屍嚇過 十八鏡還是鬼辯都有可能 會嗎 會長不高嗎 還是政治節目 大概 那也會在鬼辯好不好 那個也蠻容易受到驚嚇 對啊 應該是沒有研究啦 這個是傳說 應該是不會 但有一個蠻重要的 請問國中生需要吃中藥轉骨嗎 或者是只要睡眠夠營養充足運動就可以 對其實後面這句比較正確 會很擔心小孩長不高 對 因為我先來講一下 為什麼到青春期會長不高 以一個能量的角度來講 你到青春期後 你要做能量要去發展第二性徵嘛 你要變女人 你要變男人 那個能量拿去那邊用 你就沒有多餘的能量可以長高了 所以很多人在青春期要來之前 那一段時間又長最快 對 我們永遠抓不到那一段時間 對啊 永遠都是猴姐看到了 才發現沒辦法長高 每根不一樣 對啊 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說 幫你把能量準備到最好 對 幫你狀態準備到最好 所以你吃的要好睡的要好 這個能量就夠了嘛 嗯 當你發現猴姐長出來 發現還不滿意你的身高的時候 再來考慮要不要調理體質 再加上鑽骨方 對 千萬不要說現在小六 很像大家都說小六就要開始吃 就跟著一起吃 對 很像小孩子還不想長高 你就踢他一腳 結果他又生氣就不長 有種種方法 那就叫樣苗助長 對不對 對 那我個人有個疑問 像老一輩不是會說 那個長胖一點啊 比較有空間可以長嗎 有肉才能抽高 是不是有這個迷思 來 有肉就會長高 請舉牌 有肉就會長高 是不是 那你都知道答案你問什麼啦 等一下 廣大的 那我有個問題 有很多人說女生只要生理期來就不會長高了 其實就跟剛剛講的一樣青春期嘛 對啊 去過了真的比較不容易啊 那依依我看你三年級那個就來了對不對 我也沒有到 我算中間啦 你多少 164啊 你有164 對啦 那是因為就是 視覺上的視覺比較好 來來來 研究 有研究 我待會兒來兩個人應證一下 意識很傷人 沒有那如果國小四年級 對所以研究是說生理期來之後 大概平均還可以長四年 你們兩個算算看 喔生理期 你們生理期什麼時候來 然後停止長高是哪一年 大概平均是四年啦 沒有欸 我生理期 有這麼久嗎 但來了以後就長得比較慢 你有長到四年嗎 對 沒有欸我覺得就是來之後 就沒什麼再長兩年停住了 你幾年級 你幾年級 這樣大家不都知道我生理期間 這真現實 這有什麼不能講的 這有什麼不能講的 健康教育 我小六年級啊 六年級 好照熟 我國二才來 我國二才來 所以是國二才來數長 我發現因為我以前同學就是很 國中才來的都長得很高欸 然後通常都就是國小來的 通常就沒有再長 可是黃醫師其實跟遺傳 還是很大的關係對不對 對 而且只是你們長的時間不一樣 國小來的就先長 然後國中來就後長 還有一個就是 現在很多人講什麼 環境荷爾蒙吃的東西 會讓你月經提早來 那或許是這些東西 也會阻礙你長高啊 生長技術 對 所以你比別人早來 或許生活習慣上 就有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算了啦 算了啦 都過了啦 來不及了 我有女兒 我要注意一下 你自己看下一代 對啊 你比你高就好 好啦 我們接下來第六題 這一題我很想問 想長高 打籃球比踢足球更好對不對 對 錯了耶 我老公打籃球的 你們也膨脹一下 你們沒有 沒看世界盃嗎 大家都很高 那些歐洲球隊那些球員都超高 也是喔 平均一把棋 本來就長得比較高 所以足球不是只有用腳啊 他們要 可是你看日本隊都很好 好矮喔 沒有很矮喔 沒有很矮喔 沒有矮喔 跟其他國家比 那個是整個民族 所以是不是其實運動都好 對 因為不管是什麼 重點是晒太陽運動 打手球也可以啊 你看打籃球都在室內打 其實反而沒晒到太陽 那是不是有 那有沒有特別什麼運動 或做什麼事情 會真的會印象長高 以前人家是說就是 舉重 舉重沒有 以前人家說是那個 就是腳上有這種 負重的運動都可以 所以基本上 只要你有跑 有跳的運動都算好 比如說那個 有人說舉重就會長不高 舉重不行 那好像是有人說 提早太小的小朋友 拉筋拉過度長不高 對 那個也是另外一個迷思 就是說 這些參加體操的 跟參加這個舞蹈的 對 有兩個原因他們長不高 第一是因為 他們就是因為不高 所以才參加舞蹈跟體操 小時候怎麼會知道 他以後長得長不高 高的都送去打籃球隊了 你塗不好都盲腸喔 對 怎麼會知道這麼重要的事情 這是第一個原因 怎麼會知道說 我女兒大概五歲去練芭蕾 就知道他以後長大長不高呢 所以還有第二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要看媽媽長多高 沒有沒有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這些體操隊 或是這種練舞的都很操 所以他們會傷害到他們的生長版 所以在美國也有研究就是說 他們還在那個隊 就是還在校隊裡面的時候 都長得比較慢 結果因為受傷 然後就被踢出校隊 過了一年他就長超快這樣 所以他在校隊那段時間 他是長期慢性的受傷 真的喔 對 所以這兩個原因 不是因為這個運動有問題 所以你如果只是 休閒式的跳跳舞 休閒式的練練體操 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這題 大家就知道答案 對啊 請問過度的運動 會不會長不高 會會會 對啊 所以用我剛剛講的 能量的理論來講 你要長到有很多的能量啊 運動都消耗光了 當然就沒有能量可以長高 我們很開心 靖倫他終於答對了 真的 答對了 答對了已經出來 還不對了 答對了 答對了 你真的不對 你可以上另外一個主題耳朵 你有睡醒 我好開心喔 對 有一個媽媽很大的困擾 他說本來睡眠作息都正常 那一定要請公婆帶 必須調整 所以小孩作息整個打亂 早上五點半就會起床 請問那麼早起會不會影響 小孩生長激素呢 的確啦 我碰到很多家庭是這樣子 他就是那個 週間是長輩帶 或別人帶的 然後他們就有一套生活作息 然後到週末 媽媽就硬把它調回來 調回來之後到週間又被搗亂 然後週末就硬調回來 我覺得不要這樣子去搗亂 孩子的生活的這個 這個步驟 我覺得最好就是影視 你如果鬥不過公婆 你就順著她 就照她的時間做 要不然你就自己帶 對對對 這個好困難 所以不規律 有可能她也會睡得比較不好 對 那睡不好當然就影響到長高了 還是篩錢給公婆 有一個很有趣的 我等一下問 就讓她這樣睡嗎 請問在窗邊曬可以嗎 或是戶外樹蔭下算嗎 你能不能就走去外面 對啊 都已經走到樹蔭 陽光會怎麼樣嗎 走到樹蔭下了 還畫窗邊是要幹嘛 這倒是要回答一件事情 樹蔭就是剛剛講的 樹蔭往外跨一步就晒到太陽 是還好 可是窗戶邊的確 因為現在有些幼兒園 它有陽光屋 可是它的陽光屋也是有玻璃的 想說下雨也可以在那邊玩 然後太陽也在 可是你要知道 一扇玻璃紫外線 大部分就被擋掉了 所以是沒有用的 隔著玻璃就沒了 所以要直接照射到陽光 對 那吳寶媽她問說 只曬太陽夠嗎 要曬多久 才足夠一天的維生素低的寒涼 吳寶媽 吳寶媽是我們的好朋友 對 對 你們節目的好朋友 一天晒 那個如果說是像現在這種 夏天的話 短袖短褲在外面 半小時其實就很多 應該就受不了了 就很多了 對 因為太陽蠻多的 對 可是如果是冬天的話 恐怕就要 時間要兩倍甚至三倍 可是正中午會不會稍微 對啊 有沒有建議 什麼時間去晒比較好 短一點 我剛剛講如果是像現在夏天 正中午就是 10點到下午4點的話 真的半小時就很夠了 可是如果冬天穿那麼多 對對對 沒有錯 所以我們先講夏天 所以夏天的話 如果10點前或是4 5點以後 那你就再多晒一下嘛 可能變成一小時就OK 冬天就是剛剛講 除了陽光變少之外 衣服也變多 對啊 遮蔽太多了 所以其實是幾乎都晒不到 比台灣的小孩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冬天去晒太陽的時候 就穿吊嘎 如果可以的話 就盡量能夠多晒 然後我們也不要想像 我們身體沒有那麼弱 其實我們夏天累積的維他命D 可以慢慢慢慢 冬天還可以省著點油 真的嗎 有這種事 因為它是儲存在我們脂肪細胞裡 所以妹的維他命D 就可以儲存得比較久 應該比較多 為什麼呢 不要攻擊來賓 對啊 接下來這個環節 我覺得現在那個觀眾粉絲 一定很想知道 長高的穴道 厲害 如果我們可以按對 是不是就真的有幫助了 其實要先講 身高真的是基因決定的 對 決定一個範圍 那我們要在這個範圍內 表現到最好 當然所有好的東西 都要用上 對 那其實長高穴道就只有一個 最重要的 我們叫 涌泉穴 涌泉穴 因為我們講腎足骨嘛 腎上的腎 那要讓腎經的那個泉水 一直涌出來 就按涌泉穴 怎麼聽起來怪怪的 你好 你這個 你這個 怎麼聽起來怪怪的 就是媽媽的尺度都比較大 泳泉穴在腳底 就我們那個韋小寶是 反親父母那個地方 對 那他有七顆 陳醫師 你這樣暴露你自己的年齡 我也沒有怕救你 我剛剛聽黃醫師講的 互相商量 哪裡啊 腳指低大拇指那個縫往下推 推到快沒有肉的地方 大家可以想像嗎 看我們大拇指第二季 你們就一個人脫個鞋吧 我的比較簡單脫 好好好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你平常有在修腳皮耶 有嗎 沒有 好嫩喔 他修就是為了今天啊 就像我們這個低指縫往下推 什麼時候雙通話可以露出腳 然後帶我們這個腳掌 上三分之一這個地方 切三等份 那一塊肉的下面 所以你看他外觀會有一個凹槽 有一點小凹槽 好 對 就用力掐下去 有空就按了 好像高了0.01米 真的嗎 你已經沒有救了 沒有辦法了嗎 那其實炫位我是建議 從小按到大 再按到十歲 陳醫師從幾歲開始按 小嬰兒就可以按了 真的 對 因為刺激他的聖經 他的聖經會比較活潑一點 那我兒子現在六歲也可以 兒子一定要按 兒子一定要按 但我怕他長太高 有媳婦會感謝你 媳婦 這跟這幹嘛有關係啊 有別的喔 我們先講長高 長度有關係 有關係 等一下錄完你來找我一下 好啦我們現在來進行第三個階段 就是Part3 快問快答 唉唷 快問快答 第一題 你也要舉 我也要舉 我也要開始貼了是不是 那這個也要累積嗎 累積累積 累積累積 因為我們剛剛第一階段講生活習慣 第二階段就講飲食 因為剛剛黃學生講說 最重要是睡覺 第二重要就是吃東西 對 所以吃東西也有很多迷思 對 而且有很多陷阱 對 很多陷阱 請聽喔 題目也有很多陷阱 真的 要小心 我就是說題目啊 快不夠了 快不夠了 我們已經再硬了 再硬了 不能再錯了 好 第一題 每天吃一次素食保證長不高 對還是不對呢 請舉牌 這個很難耶 因為 其他兩餐吃好就行了 先吃錯 保證自己 不錯 我比錯了啦 對啊 我也比錯了 有這樣改的嗎 算了啦 沒有 因為我剛剛還在想 可是素食吧 每天吃會累積耶 因為我剛才想到 等一下來討論 因為我貼完貼紙再說 不行這樣子 你們的問題真的不行 真的 真的那個誰 真的 再貼我要把我臉遮滿 這樣大家都不知道我誰了啦 第二題 吃得夠營養的話 少吃一餐也不會影響身高 吃得夠營養 對還是不對呢 我當然 請舉牌 吃得少吃 蛤 你要改嗎 你可以改 你可以改 這樣這樣 他是其實他是 要舉不對 怎麼會這樣 對啊 黃醫師你好好舉 我已經好多救命了耶 怎麼可能啊 雅蘭姐我盡力了 雅蘭姐你不要這樣子 趕快回來 第二題真的蠻容易答錯的 對啊 對啊 真的 等一下聽一下黃醫師怎麼說 好 第三 直播嘛 好 第三題 好輕鬆嘛 暑假想要長高呢 三餐一定要固定 對還是不對呢 對 三餐的時間喔 一定要固定 請舉牌 終於 因為這跟剛剛有點像 對嘛 這第三題 要回答第二題的問題 我們這才不對 我們三個是至上耶 你不要把我偷下的 好 現在你貼一次又多 第四題 運動完多吃一點肉 就會長高不長胖 對還是不對呢 請舉牌 來 沒有這個說法 真的嗎 耶 可是現在你不是說 運動完要吃肉嗎 運動完要吃 吃肉很好 然後趁你吃什麼肉 對 好 第五題 暑假愛吃冰會長不高 對還是不對呢 這超迷思的 還有這種事情的 請注意現在是西醫的解答 西醫的解答 中醫可能就說不行 錯 李婷 耶 耶 好啦我們來解答一下好了 每天吃一次素食 好啦這個有點過分 這個題目喔 這個製作單位 你說如果三年每天都吃 對啊 是不是會有影響 可是你看我們製作單位 就是吃成這樣一個 欸 營養都還不錯喔 可是會不會是因為素食裡面 有一些就是吃雞素 有啊那個素食那個雞 都有打生長雞 是沒有 沒有應該不會 沒有 千萬不要再講雞 打生長雞素了 生長雞素比雞還要貴 真的喔 而且一個雞長幾萬隻雞 你怎麼打 沒有還有組合肉喔 因為打完雞都老了 組合肉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吃素食當然是不健康 我覺得吃素食 這一題如果要講說 有可能會長不高 我就會打圈了啦 因為吃素食其實容易肥胖 那剛剛已經提到肥胖 其實有可能身高 反而會受到限制 不是說限制是視學效果 就會看起來不高嗎 沒有 你不要有個人情緒 沒有在說你 基本上所以我只是覺得說 沒有到保證啦 其實很多人吃素食 他就是肥胖 他也沒有真的 當然盡量少吃 不過這個還是要提醒一下 素食我們把它廣泛來講 變成那種比較精緻化的飲食 對 現在講的高升湯指數的東西 真的要少吃 我記得他很像有說 胰島素一上升 生長激素就停止分泌 對 所以一吃甜的東西 一吃麵包蛋糕 就長得比較慢一點點 那如果起司呢 起司還OK 可是起司要挑 其實也有那個品質好或不好的 對啊 而且不要那種加太多 雜七雜八的東西 很單純的起司 對啊 純起司應該就還可以 第二題 吃得夠營養 少吃一餐也沒關係嗎 這真的我覺得對於生長中的小孩 我們真的要特別小心 因為發展中的小孩 其實熱量是很 你沒有熱量 你基本上你就別想長高了嘛 那有一小孩就說 我不餓我不餓 然後他就少吃一餐 他可能也覺得沒關係 可是其實他一天的總熱量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反而盡量就是說 你定時 他不一定要定量 就盡量好今天沒胃口 好那就少吃一點 那你下一餐你還是要吃 那如果兩餐的熱量 已經超過一天的總熱量呢 你為什麼都要舉自己的例子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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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女兒 我說真的 我女兒真的很會吃 大大小的 你兩個女兒瘦慘耶 我兩個女兒非常會吃 真的喔 他吃的量是很可怕的 然後所以我才會問說 那如果是食量比較好的小孩 如果是兩餐就可以 就是一天的總熱量 他說那是不是可以少吃一餐也沒關係 但那一餐他會喊餓啊 那你就是把它綁起來 然後關在地窖裡面 沒有啦 沒有啦 如果他真的不吃的話 如果你已經知道他一整個 這可能中午早餐吃超飽 然後晚餐都吃 偶爾一天是不會怎樣的啦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說 你如果每天都只吃兩餐 然後你也習慣了 其實這樣就是 就是我們的大概兩代之前 他們那時候因為窮 常常有時候只吃兩餐 那你就看他們那一代就比我們矮 因為他們營養 基本上熱量就比我們少 那三餐時間需要固定嗎 要要要 盡量就是固定 不要擦太多人 對 不要變人 所以小孩子啊 盡量不要說他不想吃就不給他吃 因為小孩子是他的生活習慣 養成的時間 階段 盡量每三個時間固定的話 他長大以後 時間到自然就會餓 就會想要吃東西 對 那整個代謝各方面都會比較好 還是要吃啦 對 第三題 這就剛剛回答了 這就剛剛回答了 所以我認為還是要固定 如果真的時間到不想吃 可以等比例縮小 你也不要說那不然我只吃青菜 他只喝湯 那就不均衡了 對 了解 第四題 運動完多吃點肉 長高不長胖 這就看你吃什麼肉了 扣肉 看你要吃爽肉肥肉 對啊 那如果是牛排肉就可以 牛排 你要看不會 牛肉的也很肥啊 很油啊 我只能說 的確是 有蛋白質的補充 的確是對長高有幫助 可是說 他只吃肉 他只吃肉 但不能吃他的時候 這也是陷阱 盡量選白肉類嘛 雞肉啊 魚肉啊 海鮮啊 應該會好一些吧 還是飲食 不能要均衡 對 還是要均衡 第五 暑假愛吃冰 會長不高 這沒有 你們很愛暑假的兩個字 是愛吃冰 暑假到了 愛吃冰 就是 夏天 應該說夏天 夏天愛吃 是重人生氣 真的上學去學校 才吃得多好不好 感覺到學校會被管 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王醫師 吃冰 吃冰 吃冰跟長高到底有沒有關係 沒有研究告訴 沒有關係 但中醫是不是有這個理論 對 因為中醫講 冰的東西 寒嘛 寒煮收縮 收縮 所以你的肌肉會變比較緊 可能血管收縮 就會變比較不好 對 那當然就會影響到 熱唱冷說的意識 會比較Q 新加坡一年到頭都熱的 我們每一次都在吃冰 我們看到了 你有看新加坡人有分矮 我們看到影響了 對 謝謝你的提問 因為吃冰的不只身高 像女生有些人就容易心痛 手腳冰冷之類的 當然現在科學理論也說 不一定有關係 但我們傳統的理論來講 還是要小心一點 對 粉絲們到這時刻 你們一定滿滿的問題吧 趕快上網來留言 剛才已經問了一大堆了 我覺得這問題很好耶 不吃肉真的會影響長高嗎 如果素食的家庭呢 對 不吃肉 不吃素 素食的家庭他還是有吃蛋白質 所以他的蛋白質 只要夠的話 對 其實是還好 真的喔 有一個我想問 小孩什麼時候要照古靈呢 到底需不需要去照啊 古靈是什麼時候需要照 就是你的生長的速度 或是你生長的幅度 不如預期的時候 醫生為了確定一下 你是家族性的晚發型的長高的小孩 還是說你真的出了問題 我們就會照古靈 舉例來講 妹那個時候 她說你是六年級的時候 大概就月經就來 可是你那時候其實已經身高 已經班上應該算是比較高的 可是力婷就可能有這個問題 力婷因為她月經比較慢來 所以你可能五六年級的時候 你在班上個頭是小的 所以這個時候 爸媽媽就會擔心 哎呀我長那麼高 你長那麼高 為什麼我們女兒在班上是最小的 她就會帶著力婷去照古靈 那這時候古靈一照 雖然那個時候她是十二歲 但是古靈只有十歲或九歲 那我們這時候醫生就說 你的小孩子只是年齡是十二歲 那她骨頭其實才九歲 所以她有很長的時間可以長 所以等到你到了國中的時候 你就就長高了 對 所以其實古靈是為了判定這個 在對的時間照是OK啦 照古靈或是照苦靈都沒有關係 對 對身高有疑慮的時候再去照 對 醫生會跟你建議 對這兩題我一起回答 吳寶媽跟那個郵先生 她說 吳寶媽問說總熱量來看嗎 那郵先生是說 那素食的熱量不是很高嗎 所以我剛剛那一題 我才會給大家一個差 就是我不覺得 我會覺得說素食這個事情 所以一定要硬說它長不高 我覺得這有點牽強 所以沒錯 郵先生很認真啊 所以我剛剛素食那一題 我是打差的 所以的確熱量是拉高了 但是這個熱量是不是夠均衡 但我們好還要更好嗎 熱量夠了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能夠更均衡一點 然後飲食這個蔬菜的種類多一點 這才是我們剛剛要提醒的 了解 大家我再回答一下 好 你幹嘛不講上面那個啊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回答這個比較快 這個要先講啊 喜歡看顏利婷主持 還沒還沒啊 謝謝 謝謝 喜歡看顏利婷主持 你很不屑 好繼續 蛹拳蟹要按多久 其實我是建議小孩子洗完澡以後 幫他按一下 對就躺在你腳上 而且他打對字耶 好厲害喔 其實打錯 打錯 不是游泳的泳 是泉水泳出來那個泳 泳進來的泳 叫哪一個泳嗎 旁邊是勇敢的泳 對啊對啊 還知道 好 教學幹嘛 你大概每隻腳 大概按個五分鐘 三到五分鐘就夠了 因為小孩子趴在 先躺在你身上嘛 然後腳放在你這邊 就可以幫他按 一天按一次就好 會不會只按一隻腳 就變長短腳啊 不會啦 然後接下來你可以讓他趴著 幫他按一下背部 脊椎兩側的肌肉 可以稍微幫他放鬆一下 都還不錯 那要幫我兒子按 剛才有個問題 我看一下 剛才說小孩子多大 往下 對 再來再來 再來再來 這個這個 你那手可以滑是不是 對 我用手滑的 請問黃醫師 目前小孩子一歲三個月 身高79公分 體重9.9公斤 身高體重算不足嘛 我覺得還好耶 我們出去看醫生 醫生都說不足不夠 醫生很大隻嗎 醫生 沒有 可是一歲平均不到大概 12公斤 醫師不要個人情緒 12公斤 可以啦 可以 我不知道他是男生女生 但如果是女生的話 這樣是正常 男生也勉強接受 倒是有一個數字 可以大家參考 這個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你兩歲的身高 乘以二 大概就是你成年身高 真的假的 對 兩歲身高乘以二 誰記得自己兩歲的身高 所以你看他現在79公分喔 他還不到兩歲喔 所以他會有 他實際蠻高的啊 160 假設乘以二 已經160了嘛 他到兩歲還會再長啊 所以他基本盤一定 他160是有點稀量 所以他不會很矮啊 我覺得 所以那個吳先生放心啦 不用太擔心 我們接下來進行Part 4 第一題 我不用舉完 都可以啊 想舉也可以舉 好 想舉也可以舉 好 請問 運動前喝牛奶 比運動後長高 效果更好 對不對 有這種東西 運動前跟運動後啊 錢跟後啊 對啊 太怪了 怎麼會出這種題目 你看黃醫師已經說出答案了 對啊 太怪了 太怪了齁 這樣舉也是太怪了 你舉得也滿怪的 我看一下 你該舉千耶 這無關運動前後吧 對啊 對啊 應該無關 只要喝牛奶就都不錯啊 好 第二題 不想喝牛奶 喝果汁牛奶 可以幫助長高嗎 有些人不喜歡鮮奶的味道啊 不是 果汁牛奶就是會加糖 你就不好啦 對啊 這個我都可以回答了 錯 對不對 黃醫師 你舉對我會崩潰喔 你有點在威脅 我手都在抖了 好 這不用解釋了 第三題 夏天吃含牛奶的冰淇淋 不會影響長高對不對 不會影響長高 不會影響 夏天吃含牛奶 不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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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影響啊 不會影響啊 對啊 不會影響 我覺得這陷阱 就是夏天吃冰淇淋不會影響長高 人家中心就不想吃冰咩 盡量不要啦 對啊 你們有點在考我們來賓的 就是中文的邏輯 邏輯 對 所以那個冰淇淋的廠商 你們如果置入的話 這一位 他一直都不知道 我會有一套說法給你們 你放心 拉什麼票 好 再來 第四題呢 追問陳醫師 我們來問陳醫師這一題 是不是 請問 真的想吃冰 中午的時候是最適合的嗎 當然最好的講法是都不要吃 但你如果真的要吃 就像說你很喜歡騎快車 在什麼樣騎快車最安全呢 但做好全套的防護措施 我以為你要說沒人的時候騎車最安全 最安全的環境最安全的配備 去騎快車就比較安全 所以吃冰有什麼配備呢 對 吃冰的話你如果 要穿中天大衣 一大口直接吃下去 你一定有這個經驗嘛 頭開始痛 太冰 太冰 或是牙痛 那如果說吃下去 然後含在嘴巴一下子 回溫了再吃下去 很像比較好一點 但是那個就比較吃冰了 吃冰的時候 胸口這邊要貼暖暖包 貼暖暖包 或是說中午吃也很好 因為中午比較熱嘛 那以一天來講 中午陽氣最旺 那你就把冰融化掉 然後吃那一塊 所以這個說法是對的 你認為 對 正要以理論來講 可以這樣來解釋 喔 是喔 那如果去Seven 點一個雙琴 然後說老闆幫我微波一下 這樣可以嗎 你會被揍 你會直接上爆料公社 對 黃崇利是說冰要加熱 冰要微波 冰情不要冰 再來 第五題 每天一杯手搖引 保證長胖不長高 對不對 保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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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也講保證喔 保證 長胖不長高 肯定 耶 你看 所以長不高又胖了吧 我有在說我不行嗎 手搖引怎麼能喝 我手搖引不加糖不行啊 我不能喝無糖綠嗎 無糖不冰的 也不好啊 憲勁 但是他的綠茶本身有加糖膩 沒有 手搖杯有無糖的嘛 我可以喝無糖奶茶 好啦 你說服我了 對不對 好啦 如果是這個理論就可以了 對 我舉三角形 對 無糖不冰的 所以是你的人生都好模糊齁 因為這個節目久了 你就知道該舉什麼嘛 他好中立喔 沒有 當然 手搖引一般人認為 就是冰的又甜的嘛 有含糖的都會盡量少一點 對 我剛剛講過生長激素的問題 對 我看到有一個很擔憂的耶 哪裡哪裡哪裡 請問黃醫師 我兒子十歲 去照古靈只有五歲 這樣正常嗎 兒子身高二十一 一二一 一二一 如果他的古靈判斷是正確的話 表示他還很長的時間可以長啊 只有五歲 那就是還有很長 不過我有疑問啊 為什麼十歲的古靈才五歲 有沒有什麼問題 接下來要公布的是一個 通常醫生不會告訴你的秘密 就是古靈的判斷非常的主觀 真的 是看醫生嗎 對 那個醫生他看的古靈 跟下一個醫生可能會有 一歲兩歲的差距 真的啊 但通常不會差太多 尤其越大越相近 但如果說一個十歲的小孩一兩歲 其實那個誤差範圍上 不可能啊 不可能 如果就像醫生講 如果十歲 然後十歲的古靈 但身高一百二十一 就不對了 什麼東西 十歲 然後十歲的古靈 一百一對 對 這個就很奇怪了 可是你的骨頭已經追上來了 為什麼你的身高還在哪 下一步就是會問 那爸爸媽媽多高 如果爸爸媽媽也都不高 那就心理也許勉強可以接受 那如果爸媽都很高 你就覺得這個小孩有點怪怪 要照古靈就去找黃醫師好不好 好 Eddie剛剛我們回答過嘛 Eddie他問說 9點半睡覺 但拖到11點多才睡著 會不會影響身高 那其實睡眠的長度 不會就拉長 然後要夠黑 夠長夠黑 對 夠長夠黑 我看到一個太值得說的 哪一個哪一個 吳玉琦 最愛嚴格主持 超棒的 嚴格 你只要cue一些 無關緊要的東西 剛剛那個 有一個很重要 對對 好 你先問 對 她說睡著後按可以嗎 其實睡著後你就把它吵醒了 對 對啊 可是真的會吵醒嗎 今天還是不要 因為小孩子其實睡很熟 不容易 睡著你還是盡量不要去動它 因為腳會癢啊 對啊 你去鋪他腳會癢啊 所以他也是 或是你要陪他睡覺 講故事的時候順便按也可以 是要按到痛嗎 其實按一定會有感覺 要有感覺才有用 對啊 除非要腳麻掉沒感覺 不然按了一定會有 對 對 我剛好看到一個蠻重要 但是又看到一個 就是嚴格主持超棒 然後呢 上面有一個很重要 那是同一個嗎 不同人 有很多人 留一次就好 不要洗板好不好 不要弄 不要一直留 一直留 一留再留 你們不要那麼吝嗇 誇獎人好不好 有一個很重要 哪一個 那個 在上面 在上面 我看一下 有一個說吃零食 會不會影響長高 跟素食一樣 這個也蠻重要的 餅乾 然後波卡 什麼這一類的 會不會糖果 因為小朋友最愛吃了 我沒有證據 但是我認為是會 真的喔 因為你的那個 剛剛我們陳醫師講 那個生糖肌 你的生糖指數高的食物 那你就很容易 你的身體 就要一直要把它壓下來 你的胰島素一直起來 要把它壓下來 就會被影響 理論上會影響到 生糖肌肉 我覺得什麼都可以吃 只是量不要太大對不對 OK 陳醫師有想問了嗎 確認他問說 他兒子長太大了 才幼稚圓 才幼稚圓 像小二一樣 以後會不會長不高了 嗯 不知道 你就要看爸爸媽媽 以前小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這樣 會不會有古靈超過 他應該的年齡 可能我五歲 我古靈是十歲 有這種事情 那就有問題囉 那就有問題 這個一定是 這個就是有病 聚高症 他可能身體有長什麼 不是聚高症 某些腫瘤啊 長在大腦 好 我們繼續來第六題 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 剛過程中提到一個 就是你說小孩子都吃了 妹妹的小孩說 吃很多 但又不胖嘛對不對 那到底小孩子 食量應該多少 才是合理的 對 在回答之前我先 跟這個吳東泰先生講一下 感謝醫師回答 然後顏麗婷組織超棒 謝謝黃醫師 我們兩個可以一起 沒有關係 合合合合合 一拍的一拍的 好啦 你剛剛問什麼 小孩子的食量 那麼大 那又沒長肉 對那到底有沒有 食量是怎麼評斷 應該怎麼去評斷 對 我們小朋友 我們一個人是這樣子 吃進去的熱量 然後他的消化能力 然後他的身體的基礎代謝率 跟他最後這個消耗掉的 運動消耗掉的熱量 這樣一個加重 然後減減 加加減減 最後得到你留在身上的肉 所以你吃進去的熱量 雖然很高 可是也許你消化不良 那當然都通通拉掉 或你吃進去氣得很高 消化又超好 可是你的基礎代謝率很高 一看爸爸媽媽兩個都受乾巴 那大概你這個熱量 這個全身的這種 這個基礎代謝率都太高了 所以也長不胖 那或者是你吃得很好 然後最後就是每天 從來沒有停下來過 你也可能會沒有長肉 所以其實要這樣的一個算 才小的 那所以有沒有什麼判斷的方式 像說看小孩子活動力啊 還是說看他的什麼 基本上只要小朋友開開心心 有活動 然後吃排便都正常 我就不太會算他吃進去 不太擔心 沒有 這是其實幫很多媽媽問 因為媽媽有時候 現在都公婆在帶 然後是媽媽在帶 那就會說 你小孩子怎麼養得這麼瘦 到底有沒有給他吃啊 那其實已經吃很多了 那這種有時候媽媽也很困擾 跟婆婆吵也不對啊對不對 對 所以就幫媽媽問的 只要小孩子活動力很好 那吃得好 大得好 那就沒關係了 真的 好啦還有一個很重要我念一下 今天醫生真的都很帥 謝謝 都 都 真的都 謝謝 謝謝 平常都是你帥 今天多一點 今天多一個帥 謝謝 那我們來問一個很重要的好不好 好 網路傳言說 小孩缺鈣就會變胖 欸 對還是不對 黃醫師立馬 我們快問快答 因為時間不夠 缺鈣 所以缺鈣跟胖胖無關 應該只是長不高吧 那缺鈣會不會長不高 缺鈣如果真的缺的話 不只長不高 容易補責 所以就是整個人都不對了 所以覺得上 我們沒有什麼小孩在缺鈣 不能缺鈣 真的喔 以台灣而言 除非你營養真的太糟糕 好啦 如果你真的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缺鈣 那就是 稍微問一下醫生 對 但是晚上睡覺記得要穿尿布 黃醫師的書很重要 我們再來 告訴大家一下 謝謝 對 晚上睡覺穿尿布 不過晚上睡覺穿尿布 這個是在講小朋友 夜尿 尿布尿床的時候 我們會碰到的問題 看完你一定會很窩心 這四本呢 這最近這段時間呢 點播率最高的是 那個媽媽我睡不著 幾乎所有的小朋友到我整間都說 他最喜歡這一本 真的喔 然後第二本是那個 這個穿尿布的那個 第三本是那個 只有這麼痛而已 小朋友大部分呢 都不喜歡 打針 棒棒糖那一集 但是媽媽都很喜歡 棒棒糖那集 看完之後 棒棒糖那集 這一本裡面只有那一本 這四本裡面只有 棒棒的那一本 有一點點帶有恐嚇的意味 所以小朋友 是浮浪小孩吃棒棒糖嗎 所以小朋友 好想要喔 萬一是我可以私人跟你訂購一 好想要這個喔 對啊 好啦 其他多支持 謝謝 那謝謝大家今天收看我們的節目 很開心大家這麼踴躍的發言 請記得 可以再聊一下 可以再聊一下嗎 太好啦 要說 那我們再問一下 對 喜歡嚴格主持的風格 何時才可以看嚴格的主持 好啦 不要問一些別的問題 好啦 這個啦 劉娜她問說 晚上睡覺不能開個小燈嗎 對 夜燈 小燈OK 那個燈的光 不會造成你的那個 偷黑激素的影響 那小燈如果在旁邊呢 就是在人的旁邊 其實大概不要太亮都還OK 你看像那種牆角那種定位燈OK 但國外不是很喜歡這頭色 然後天花板有很多小星光 那個都還好 那你醒著的時候 看睡覺應該被爸媽關掉了吧 當時有一個 就是現在很多家庭 他們那個裝潢都是用LED的燈 對 其實LED燈也是藍光居多 所以會影響到晚上的睡眠 那我們問一個很重要的啦 要問陳醫師 轉骨湯在幾歲喝著有用 其實沒有說 幾歲要看你的青春期嘛 那一般古書講的 女生是14歲 青春期 男生16歲 現在在提前兩年 所以女生大概12歲 男生大概14歲 所以大概這個年紀左右 所以你在抓國小畢業那一陣子來喝 暑假的時候 但是還是要給中醫師判斷 會比較準 那暑假呢 為什麼暑假是黃金期 因為你晚上可以好好睡覺 白天又沒有功課的壓力 又可以去打球 又可以在家裡吃好的 所以暑假好好的調養的話 真的 有人一個暑假可以長10到20公分 對 就是我 真的是個非常大的黃金期 真的喔 真的啊 我剛剛不是說我長10公分 好厲害喔 對啊 真的 所以那個暑假怎麼過的 打球 打籃球 但我沒有喝轉骨湯 好 謝謝大家今天有業的參與 我們記得下週一 要繼續收看我們亞蘭姐主持人 脫殼吧 帥哥醫生 掰掰 拜拜 拜拜